国民党承认这一点好不好 洒脱一点站出来讲 我们打不赢你了 所以找个帮手 然后柯文哲也承认一下好不好 柯文哲站出来讲 打不赢你 随便你怎么骂 不好意思 你打不赢我们 这很清楚吗 这够清楚了吧 够嚣张了吧 各位小金长安Pros 所有的国人朋友晚安 今天11月1号在星期三 晚上8点钟 过来连线到高雄 给国会观察基金会 董事长姚立明老师 我们来看看在进入倒数74天 那么进入倒数10周的时候 台湾这一场总统大选 国会大选的最新的选情分析 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 长期观察台湾选情的 日本东京外语区的荣誉教授 小丽媛欣幸 他在接受访问时强调 以目前台湾的选情看来 虽然民进党所提名的 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极可能在总统大选方面胜选 但是在国会席次方面 民进党立委恐怕很难过半 我们知道小丽媛已经是 数度访问台湾 那么观察台湾的 多次的关键性的选举 他在观察时都深入到 各个县市去走访 包括了这些朝野立委的参选人 因此他最近在接受 日本的产经新闻访问时 谈到对台湾选情的看法 当然他也是第一位 预测民进党立委 可能无法过半的 日本的观察学者 我们连线给姚立明老师 老师我也知道 小丽媛新信这次来到台湾 也拜访到您对不对呢 姚老师 姚老师晚安 老师好 大家晚安 姚老师是不是小丽媛新信 最近曾经拜访过你 对小丽媛那天 跟另外一位日本驻台的 媒体代表 一起到我家里来做 谈了有两三个小时 当然就也谈到了 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 他那天其实他现在 现在报纸上披露的 这个小丽媛的这个预测 其实他那天已经分析的很清楚 大家看那个标题 你如果看小丽媛真正讲的 嗯 他是想恐怕不会过半 那他也不是说一定不会过半 因为他还会来 他还要针对 他还要针对 那个最后呢 八个到十个 他认为看看是不是 还有翻转机会的地方 他要去看一看 所以这一点我在过去的几个节目上 我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是 就是现在大概有八到十 这个八到十呢 我们可以叫五五波 嗯 也就是民调差距在五到八%之内的 嗯 尤其是五%的 嗯 也就是没有超过十% 不到十%的 就双方差距还蛮近的 嗯 那所以这一方面 当然中间还剩 所以选举 现在剩下 这个两个月多一点 嗯 那当然立法委员选举 还有些变化 所以我完全百分之百 同意小预员的一些分析 他非常具体啊 嗯 他是一个选区 一个选区跑 他也不是没有看民调 他也不是看一个党的民调 他也不是没有 这个田野调查 嗯 他都到各地去走 是 也跟各个候选人去聊 他也把每个候选人 如果有民调的也都做个分析 嗯 所以他其实非常清楚 台湾的选举 因为他的结论都是经过很杂实的 嗯 这个科学基础 所以才会讲出来的话 嗯 所以民进党如果按照他的初步评估 我估计他最后的评估应该在 呃 这个一个一个半月以后 大概在12月的下旬 嗯 嗯 嗯 12月下旬他大概应该会有最后的 如果 哦 呃 他到时候还在台湾的话 是 应该他还会做做final的 因为那个时候选局 选情应该比较稳定下来 嗯 嗯 是 那所谓不稳 所谓不稳定 我随便举个例子 嗯 嗯 譬如说上次来我们家谈的时候 嗯 赵天霖事件还没有发生 是 是 那你也可以想象赵天霖事件发生了以后 对于那些 呃 本来观望的中间选民 嗯 呃 对于那些 本来相差很有限的 对民进党来讲 过不过半很关键的几个选区 当然有实时重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嗯 不到选举最后半个月 一个月 其实 嗯 还不能做精准的评估的 一个主要原因 嗯 可是即便如此 即便如此 小军知道 哎 我也很喜欢 我比较 喜欢 谈的是大方向 嗯 啊 大的 大的趋势 所以小议员 为什么现在会讲那个趋势 就是那个选举的趋势是 对于民进党 我想立委 对民进党不利的 嗯 就是他可能会丧失掉 现在立法院稳定的多数 嗯 因为现在立法院 应该也比多数多四席 嗯 还蛮稳定的 嗯 那 可是选后是不是 就要少三 就是比半数要少三四席 如果乐观一点 就靠近半数 我57席是过半 嗯 57席是过半 那 嗯 53席 那就还好 如果只有我52席 那就非常严重了 嗯 51席就比较严重了 嗯 好 53席 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所以这方面现在还不那个 那至于说如果拿到56席 嗯 危险的半数 嗯 那当然 当然也是一个新的状态 所以现在这些 很精准的计算 我相信连小议员都 都还没有拿出来 啊 因为他应该 还有一两个选区在观望 不止一两个了 我所谓一两个就是说 还有一些少部分的选区 我刚讲了五个八个选区 他还要仔细的来 嗯 再继续观望 未来的发展如何 是 那对于其他的 尤其是现在 嗯 国 国重两党现在还在 谈立委的合作 嗯 嗯 那这个立委的合作 会不会影响到习次 嗯 这个当然就 啊 这个还值得再观察嘛 嗯 譬如说 已经排除的合作 譬如说新竹市 嗯 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有人 嗯 对 啊 所以 这可能没有办法瞧了 嗯 真正前跟科美来 那 对啊 对啊 所以 那那有些地方不瞧也稳定 比如说大安文山 嗯 民众党虽然 爱了人 张其露可是 嗯 嗯 国民党的领先比较稳定 嗯 张其露基本上拿不到多少票 嗯 那那当然就算你有三党 嗯 他也算稳定的 就是 这一个 这个这个 在这一区是罗志强那一区 还是 赖 赖士堡那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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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那罗志强那一区 当然也是属于 比较有利于国民党的嘛 大安文山这两个有利于 大安文山有利于国民党的 这当然是 啊 继续有利嘛 哦 是 那所以 所以又偏偏港湖 嗯 绿营 绿营没有集中选票 嗯 集中选票都五五波嘛 嗯 没有集中选票其实是蛮危险的 是 李燕秀高嘉宇 哎 吴欣代 嗯 对呀 所以台北市民进党 当然有可能就少个 少个一席嘛 台北市守住三席嘛 嗯 是 本来是四四嘛 可能民进党不选的嘛 一半就没了嘛 嗯 嗯 嗯 对不对啊 这是很简单的道路啊 所以 嗯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 有些事件它会发生 他的形象 嗯 跟他的最后选举的冲刺 最后七十天 嗯 嗯 这个选举的冲刺 嗯 看他是不是啊 各地方每个候选人 都要用自己最大的能量嘛 不包括有 我现在很关注的 呃 吴征 哦 是 在中和 对 这原来民进党的嘛 嗯 对没错 对不对 嗯 那那一席很拼啊 对 江永昌 那一席是 没有没有选的 对啊 也没也不连任嘛 对不连任 所以光这种要 原来是我们的 现在不连任的这种 原来是民进党的 后来现在不连任的就 嗯 就已经就已经有好几个了嘛 好几个 我刚刚讲啊 是蔡世应嘛 赵天霖嘛 台东的刘兆豪也是嘛 原本是现任 对应的立法 我也没有办法寻求连任的 已经 高雄 左南呢 高雄 嗯 那个新北中和啊 嗯 江永昌 对不对 这些原 这些原来 你算一算 就是四五席 五六席了 嗯 对不对 这些呢 新人能不能守住 嗯 如果这些都守不住 那当然就 刚刚讲还有 现任的 没有连任的 还有何志伟 好 台北市这一席 同样也是 嗯 对啊 不过何志伟这一席 王世坚打得还不错了 OK 是 这一席王世坚 应该可以吻下了 王世坚跟那个 不施摇 嗯 这两席是稳的嘛 OK 这两席还是稳的 嗯 然后中正万华 因为沙咖 毒水也比较稳定 是 是 是 哦 所以民进党守三席 没有问题 嗯 嗯 嗯 可是看样子要调调 要调一席嘛 是 是 嗯 所以 所以这个一个 一个选区一个选区 嗯 其实啊 小力元分析的非常清楚了 啊 他自己 他自己非常清楚 所以 哇 所以就要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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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看 因为他也很清楚 不能够现在就 讲 讲满 嗯 啊 他一定 嗯 他上次那个地方选举 他也是到 到前十天 他才会 呃 把他的预估 二十几席要讲出来嘛 嗯 所以 所以我相信这次他也会到 两个礼拜前 他才会 嗯 他才会 剁出最后的final的 final的预测 是 的确 呃 民进党有多席 在现任的立法委员 没有寻求连任 从基隆的蔡世英 从台东的刘兆豪 包括台北市的何志伟 呃 等等一些高雄的赵天理 哈 都是呃 寻求连任 不是 这个线 我们 我们不要 不要用寻求连任 有些跟寻求连任没关嘛 是 刘兆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例子 刘兆豪有什么 初选出局 有什么 对啊 初选输了 他有什么资格在继续在那里吵闹呢 嗯 嗯 他 他有什么资格在那里吵闹呢 我不懂了 刘兆豪凭什么嘛 嗯 嗯 这一点当然 呃 我可以讲得很大声 是因为刘兆豪 他是一个 我跟他也 多次碰过面 我知道他是个名利的人嘛 没错 没错 不管不管他有多大的委屈 嗯 选输了 初选输了 有什么可以再闹的 这个道理还不简单吗 嗯 嗯 对不对 嗯 不管你跟赖坤城有什么 呃有什么恩怨或者你对于地方上有什么想法 嗯 你都必须尊重 这样子去闹吗 嗯 嗯 所以这都是 这都是有各 每个选区有每个选区的问题嘛 是 比如说这个 古山 古山沿城 这个赵天龄 这个本来就特殊 特殊的问题嘛 嗯 这个不是今天说是连任没有寻求连任 这个没有寻求 每个状况不一样 每个状况不一样 所以结果不会一样 民进党竞争力不会一样 嗯 所以要一个选区一个选区去安排 嗯 这是一个很费力很很努力的工作 民进党最后60天他会很努力很拼命的 去针对个别选区的特色 嗯 我如果讲白话一点好不好 最后可能就针对10个选区 全力去拼 嗯嗯嗯 想办法在这10个选区有争议 就是说现在五五波的选区 如果拿抢败 是 甚至于这10个五五波的过败 那说不定整体就数字就好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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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